接下來要帶你來關心淡水北海岸的重點新聞 明天就是九合一地方選舉 區公所一大早就開始整理選票 許多的投開票所的選票 也在今天完成清點的作業 區公所表示 由於今年多了十項的公投案 因此選票與票軌也增加 為了因應人力的需求 比上一屆還多了一倍 明天就是九合一地方選舉 除了在街上 可以看到各候選人都在前一天 卯足全力拉票之外 來到淡水區公所 所有的選务人員也一樣 要忙著整理明天的選务作業 區公所表示 今年多了十項的公投案 因此選票與票軌也增加 為了因應人力需求 比較上一屆 這一次選务人員多了一倍之多 各位鄉親大家好 明天就是十一月二十四號投票日 針對這一次的市長 議員 里長 以及十項的公投案件 請各位鄉親務必在家裡 熟悉的看過我們候選人的公報證件 以及公投案件的證件 以避免在投開票所的時候有所遺遇 明天請記得攜帶身份證 印章投票通知單 到我們指定的投開票所 這一次地方大選榜公投選舉在淡雪區共有九十六個投開票所 為了要讓選務作業可以更加的順利 區公所一大早就開始整理選票 許多投開票所的選票也在今天完成清點作業 針對今年選舉以及公投案件數比較多 在我們新北市選舉委員會部分我們在各投開票所都有增設增加能力 以應選舉跟投票數的增加 公所也呼籲選民除了地方市長議員里長的投票之外 多了公投民眾可先從選舉公報上 先將公投內容看清楚 決定好了再到投開票所投票可以省下了不少時間 而民眾也必須攜帶身份證 還有印章投下選民升聖的一票 記者許多安一 德學三方報導